好,那我们先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 第一个例子来自于鲁迅的腾野先生 这个例子非常非常精进 我们先来看一下 也许大家会觉得稍稍有点难度 但是不要怕,我给你分析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 他在腾野先生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描述的 来到了东京,他去学医学,对不对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你想想,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心情 上海也就那样吧 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感觉跟这个有点像 就是对这并不是非常满意 但有一点点不喜欢的色彩,对吧 所以情感基调有些确定了 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 望去,却也像飞红的青云 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绝对的 新国留学生的速成班 在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 在当时的一个时代 会有很多的中国流洋的学生 我们当时他就把它称作新国留学生 那么新国留学生为什么速成班呢 他这里是有一点点讽刺的意味 证明当时他们有钱能够来出国留洋读书的这些学生 只是为了简简单单半年,对吧 就读个小小的学位混一下 然后再回国当个官啊什么什么的 是这样复成的 对他们是有一点点鄙视的心态的 然后呢,头顶上 他们是怎么样的 头顶上盘着大辫子 当时有些人,这是国人的标志 男生是有辫子的 他们盘着大辫子 顶着学生质茂的顶上 高高耸起 形成一座富士山 特别高,特别高 因为盘这个辫子很长,盘起来肯定也很高,对不对 也有截伞辫子,盘着平的 除下帽来,油光可见 宛如小姑娘的发系一般 还有,还要将脖子扭几扭 实在,标志极了 难道标志极了是对他们的一个夸赞吗 对不对,是夸赞吗 形容其实在这里是一种 哎,包辞扁幼 并且是带有一种繁语的这个粉刺意味的 其实并不是夸赞 在词典中呢 标志极了,哎,形容是漂亮的 美丽的 而且已经说明是多形容什么样 女子的 所以在这里很多是男生啊 对不对 哎,把它形容成女子是不太合适的 并且是带有一点的讽刺意味的 标志在文中是繁语 那么讽刺了清国留学生怎样啊 哎,以丑为美 属于包辞扁幼 那么是丑陋 难得的意思 所以说这堆人 他们在这里并不是为了学习而来的 并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来的 天天什么呀 哎,就为了享乐 对不对 而且把注意力放在这种 头发的设计啊 等等这些上面 由光可见的这种 这种状态 大家今天都是吃喝玩乐的这样一种状态 对吧 所以鲁迅对这群人的看法 其实并不是非常好的 对他们的态度很 就也不好 对不对 并且把他们形容成这个样子的话 对他们是有一点点讽刺的意味的 嗯,好 第二个 绝强的红花草 就从隔年的稻茶周围 争先恐后的 萌发出来 哎,红花草是绝强的 是争先恐后的 我们来看看 哎,写出了红花草 生命力的强 敢于 惨 敢于 敢斗 惨冬 这一特点 就是说 哎,敢于和这个 额虑的环境 哎,严冬天气 做斗争 并且在这种环境下 也敢于奋力向上 生长的这样一个生命不息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说 哎,在这里也是有了一个小比喻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哎,有女人 其实是女人 倔强的红花草嘛 对吧 争先恐后的 有点女人的状态 并且你看到啊 这种题目 我们是不是之前有说过 哎,倔强 争先恐后 并不是说它本身就具有的 在这里做着用这种词汇 是希望能够表现出 它的这样一个生命力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在这里 不管是用到这个标志也好 用到诀相 争先恐后 是作者啊 是这个着逼者写作人 怎么样啊 哎,自己想要用的 刻意用在这里来 烘托这个气氛 对不对 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情绪的 某种状态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需要大家稍微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 所以说 为什么要让我们分析词语内涵 是因为它真的是有一定的内涵 值得我们去分析的 跟文章的整个内容 情感中心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需要分析它 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刚刚说了 可以结合这个人物形象啊 对吧 或者是事物的这个形象来做出一个分析 那么第二点 我们可以结合作者的情感 来理解词语 在文中的含义 就是像刚才小蓝老师说到的 跟文中的情感刮钩 跟文中的中心思想刮钩 作者用到这个词 他是刻意的 他是存心的 对不对 他希望能够表达某种思想 表达某种情感 所以才会用这样的词汇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文章总是由感而发的 作者的思想情感如血脉一般贯穿文章式中 因此理解词需要考虑到词句中所浸润的作者的思想感情 需要我们关注一下 在这里看一下 《骆驼翔自的独厚感》这篇文章中 也许这才是现实 残酷 悲哀 无可奈何 理想和现实总是充满了矛盾 他们往往不能调和 然而他们却又同时存在 社会是现实的 他不会为了一个人的理想而改变 也不会是完美无瑕的 人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断奋斗 最终却不一定能够真正获得成功 就像翔子一样 他努力就是为了寻求美好的生活 但是结局却是那样的悲惨 在这里作者看了这部作品 非常伟大的作品 那么他所运用的词汇可以看一下 残酷的 现实的 悲哀的 无可奈何的 这是他基于这个作品 基于这个人物 所由内心而触发的 触动的这样一个情感和共鸣 所以他在写这篇文章中用到了这个词 它是包含了作者内心真切的感受的 他觉得他所体会到的情感 他所体会到的这样一个事实 是面对的这样一个现实的残酷的 悲哀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 和人物最终所表达的悲惨的这种无可奈何 所以他会用到这些词 你看这些又是形容词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是形容词的 也会有动词的 又可能会有比喻这种羞辞的等等 对不对 所以是需要我们用多种方式进行考察的 好 我们去看一下第三种 联系修辞特点来解释理解词语的含义 对不对 我们刚才在藤面先生那个例子中 就已经像富士山一样 对不对 或者下面的绝强 叫红花草 就是比喻女人 对吧 所以说都需要我们进行对修辞手法的一个关联 那么如果说到修辞手法 大家仍然是还是要跟作者的这个情感相挂钩 因为如果你用到了某种羞辞手法 你肯定是想要表达某种情感的 这个一定要是清楚 小高老师在这里说到了 比如说 我们经常说把女子比喻成美丽的花朵 对不对 为什么 是因为她长得漂亮 她能够让人觉得赏西月幕 对不对 很好看 如果你把这个比这个这个女孩或者这个女子 比喻成非常恶劣的 比喻成什么泥土啊 比喻成什么垃圾堆啊等等 对不对 这是对她的一种贬义性的一个描述 对不对 所以说你对她的态度是什么呀 考验的 不喜欢的 对吧 厌恶的 所以说你用的比喻正好反映了你自己的一个心情 对不对 你喜欢她 你就会拿好的事物进行比喻 你如果不喜欢她 你就不会拿好的事物去进行比喻的 对不对 所以说需要我们考察一下修辞特点 作者在文中常会运用一些修辞手法 比如说比喻呀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反语 对不对 反语就是反着说 哎明明度好 你偏说好 对不对 双关 它有两种含义在其中 那么来表达深刻的意味 那么我们可以抓住修辞的特点 通过表象去领悟其中的 深意 它不仅仅只是在表面运用了修辞 而更多的是用这种修辞来表示更多的情感和这个态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比喻句的理解 将预体化为 还原为本体来理解 我们经常说比喻 爱由本体 预体 比喻词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这几方面来考虑一下 好 一个金色的蝴蝶 完了 几时的英明会在两条爬行虫子爪下 我身埋头恐怖的私蠢 这个地方是念蠢的 对吧 是思考的意思 把虫子收到盒子里 星期一放学后告诉我 蝴蝶有多少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